大家都用過VR眼鏡 但陰間的VR你沒用過了吧 可以帶你去找小去了的親人 還可以看看你這間陰間的豪宅 做得如何 還有超誇張的情趣旅館 有27種主題 想在旅館裡面坐地鐵 或者是來一場拳擊擂台賽 通通都可以 全台唯一一間八蛇廟 除了求財、求姻緣之外 裡面還有供奉超過100條八蛇 今天我要帶你們倆去體驗 一個台灣最尖端的科技 最尖端的科技 你是說半導體嗎? 但這好像不是我們可以理解的東西 還有我們的節目 怕什麼高端科技哪有人看的? 這個一定有人看 它是用一個東西遮住你的眼睛 然後你可以看到你所有想看的東西 然後你想看到哪個人也能看到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在說VR VR的遊戲我經常都玩的 它真的挺像一個傳統的VR 就是觀樂陰 觀樂陰, 我知道 其實它是一個儀式 我們透過這個儀式 有機會看到已經逝去的親人 但是這個要求哪裡做? 不是有師傅帶嗎? 這個我早就已經預訂了 觀樂陰, 又名觀靈術 傳說中是一種通靈的法術 藉由經驗老到的法師協助 可以令信徒靈魂出竅到靈界 貪望往生者 參加觀靈術, 觀樂陰 它其實有幾個目的 一個就是看往生親人 看看他在靈界過得怎麼樣 或是他還有什麼未了的心願 幫他完成 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可能在陽世間遇到一些問題 希望藉由這個觀源成功 看看他在靈界的 原成功的房子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藉由這樣的一個調整之後 幫助他個人的運勢會再好一點 要體驗的人 記得先準備好 先世親人的資料 在宮廟入口填一張報名表 坐定定之後 脫鞋, 將雙腳貼地 雙眼綁上紅布 就可以開始觀靈儀式了 好, 掌握兩個原則 一個, 輕情放輕鬆放空 第二個, 看到光線景象, 舉手 子仙, 乃至香靈靈 浮月神術, 楊靈浮月神術 浮月神術, 閃動住 我們是在蒙眼的情況之下 去感受的 因為當你的眼睛看不到東西的時候 你只能夠用你的聽覺 然後他不斷敲一個…一樣東西 然後他會不斷地喊喊喊喊喊 你就會聽著他的聲音 你很容易被他這個聲音影響 剛剛是非常放鬆 可能老師還在唱那些經文 然後… 旁邊有很多人 也很有安全感 然後我是非常放鬆 我就覺得他沒翹翹 我腦目好像就震一下… 然後就會有一種… 真的覺得自己很像在某一個 特別的空間裡面的感覺 一樣的… 沒關係,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我先幫你收一下 這個音樂員已經有初步的看到 把我準備沖 再休息十分鐘 你剛剛有看到什麼 就是… 他會先從一開始是一個 像光點的東西 然後突然變很大 然後就很亮這樣子 然後突然就… 有點靠近的感覺 然後又… 有其他的顏色的光彩 我覺得我好像… 沒有… 覺得一定要探索我什麼 就是感受而已 講話要帶領的時候 反而容易分心 他跟你說是叫你做什麼之類的嗎 就是說你現在… 試著有沒有… 感覺你自己在飛啊 或是你感覺在走啊 然後要靠近啊 什麼的 然後我就會覺得… 回答完之後拿光物件 當我在思考他的問題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點分身了 那你看到那個光之前 然後師傅敲那個 你在想什麼的 我…沒有在想什麼 因為就一片黑暗 但是我也沒有想什麼 可是我也沒有看到 對啊 可是我想說是不是該想點什麼才能看到 一共有四場的 那在第三和第四場呢 我就是這樣一直嗅到 有一個花的味道 很好吃 一直喝到香味 是因為大家走來走去嗎 它是一個隱約的香味 就是… 我上一層 不是… 它是有一種彈香的… 彈香的味道 可是是偏花香 嗯… 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它的味道其實是若忍若然的 一下子有 一下子沒有 我就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因為我那個 被我們蒙眼的那塊布有那個味 然後結束了之後 我就拿回來問 不是喔 完全不一樣喔 所以其實我都覺得有一點奇怪 突然看到是因為 他們旁邊突然在講話 可是不是在對我講話 我就是看到了一個很像石頭的路 然後就是… 沒辦法看到更遠的地方 但是眼前腳下感覺就有一條路這樣 我們試著就是… 把身體慢慢往前移動看看 這個石頭… 那個石頭大小大概多大 感覺也不是真的石頭 喔 但是長得很像石頭 很像石頭 大概… 大概大小多大 這麼大就… 就是… 一塊一塊的 好… 那你看… 你說沒辦法看到… 看到頂頭 看到旁邊 左看看又看看有沒有什麼… 其他的景色 草皮的那種感覺 草皮是不是 好 你有辦法摸到那個草嗎 試著摸看看 我沒有感覺到 手伸去摸的感覺 但是可以… 感覺應該是滿滑順的 滑順的草 好… 那我們就… 我們就… 順著這條路慢慢往前推移 你試著… 動動看 好… 亮亮的地方 我們朝那個方向過去 好… 出來好… 那個光線裡面有什麼 噴水池 噴水池喔 好…看一下 沒有… 我也有… 有其他的房子 一個房子 好…我們走過去看一下 是什麼樣的房子 埃… 對於大的房子 它是什麼樣的形式的房子 有點… 西室 西室好… 它已經關入了 裡面是… 深木頭色 深木頭色的 中間也有一個大火 有四個椅子 最裡面好像有一個… 對… 那你跟它掰一下 那你看一下這個客廳 有沒有什麼樣的缺點 你說代表你的運勢上 可能是… 有一些阻礙這樣子 看一看有沒有 對 客廳滿暗的 滿暗的 就是代表運勢比較低 覺得自己哪裡… 比較不順的地方 可能比較缺貴的吧 缺貴的 椅子代表貴的 是那種… 有靠背的椅子 還是沒有靠背的 有靠背的 喔 算還可以啦 但是還是需要多一點 那我請公公公婆 來幫你整理一下 你看看有沒有什麼樣的變化 幫你請公公公婆 做你的工廠 小禮 有人來嗎 好像有一個婆婆而已 婆婆 對…沒錯 大概幾歲的人 6、7歲 那你可能要多做點善事 福德比較弱的話 年紀會比較長 沒關係就拜託她幫你 整理整理 你感覺這個屋子 有沒有變亮一點 有變亮 客廳代表我們人的主運 有要見往生者的親人嗎 可以嗎 可以啊… 想要見誰 阿嬤 我們到客廳好不好 我們拜託菩薩 我帶你 那個阿嬤過來看一下 你要跟她禀報說 阿嬤叫什麼名字 大概什麼時候往生的 那時候是有看到她從… 就是關心不是要帶奶奶從一個光裡面進來的感覺 但我還沒有很確定 我就覺得那是… 是我想像的嗎 還是真的是奶奶這樣子 然後她就是越靠越近的時候 我看她的那個臉啊 然後穿的衣服 整個人的感覺 我覺得深情是很明確的就是我的奶奶 然後就是一個很溫暖的感覺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她跟過世的時候 比起來是… 長得一樣嗎 長起來比較年輕 年輕一點喔 正常 那就是代表她現在 目前狀況上是還可以的 你跟她聊天一下 她很忙 很忙喔 那還可以啦 可以有一種畫面是 她好像傳一個訊息給我說 她在那邊過得很好 然後有她自己的事情要做要忙 不是我們想的那種受罰 或者是在… 或是在要…要排隊還幹嘛什麼 她穿的衣服跟以前的有什麼不一樣嗎 以前就是已經生病了 然後就是… 是 就是比較麻煩 對… 她穿的衣服很漂亮 那很好啊 代表她過得也不錯 我很近期見到她的眼淚 那些眼淚是真的… 發自內心,不是演戲的 因為是一滴一滴的 那我真的好感覺到她那個… 見到婆婆的那些感動 那可以跟阿嬤講說 以後還可以有機會 你也可以來看看她 或是有什麼需求的 你再…你再幫她一下這樣子 她說什麼 她就講一句話我就笑出來 她就說 你要常常都會去陪爸爸媽媽 真的很像她會講的話 阿嬤給你一些指示 我們就照著這樣做 對… 搞到那一刻 我因為她可以有機會見到 就是… 就是過了新的親人 我就覺得很觸碰 然後我就說 我也很想看 我是期望自己 可以感受這件事的 但是沒辦法 所以她受了催眠也好 真的看到也好 都覺得會令你心裡很滿足 你不一定感受到的是真的 但是你也可以藉由這個體驗 然後去挖掘一些 你自己內心裡的想法 或者是感受 今天體驗完 我覺得就算 我不是真的看到我阿嬤好了 可是我覺得 我內心是覺得 我已經見到她了 然後我覺得她過得很好 你怎麼在這裡呢? 你也搭地鐵上班了嗎? 不會, 不知道Tasha會不會一起上班? 不會的, 她還在睡 那你也知道, 她怎麼遲到? 她在車廂外面的床上睡 床? 你們倆是否偷偷地說壞話 我剛剛在外面也聽到 其實我們這次來 是開箱一個特殊的旅館 旅館? 對, 女館 來這裡就能看到 真是旅館 對, 其實這裡是一個酒店 台灣的酒店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和主題 就像這裡一樣, 就是一個折運站 折運站? 很特別 那是不是還有其他主題?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 對, 快帶她去 對, 走吧, 你會喜歡的 對, 我想很期待, 我這次很怕受傷 去哪裡? 去哪裡? 這麼多門 第一次來台灣的汽車旅館 快來得這麼有趣? 這間位於新北市的實景旅館 名副其實就是要完成 大家所有的想像 提供多主題的房間選擇 看著那個異色的燈光 配合超捨窄的場景 轉頭又是開放式的按摩浴缸 真的看到我們臉紅心跳 那邊的同學, 別只顧著聊天 上課了, 快進課室 同學, 上課了 Good morning, Missy 精神一點 我們剛剛去了地鐵 現在又有課室 這裡究竟有多少種主題 這位同學的問題真的問得好 這裡有27個主題 除了地鐵站, 課室之外 還有醫院、戲院等等… Missy, 剛才我在走廊見到 有霸道總裁辦公室 你們這些人真的很會玩 但在這裡睡覺好像回到中學時代 中學時代?你想多了 這些是給客人來的 我也不要說金老骨 你已經很老骨了 其實這裡最特別的主題 我已經帶你們來 但我剛才看到一個 好像很有動感, 我很想去 動感? 好, 我們馬上下課去吧 好 又換場景? 看什麼?快點上去跟我打吧 如虎, 你是不是入戲太深? 雖然她這個主題是拳擊而已 你也不用這麼認真, 是不是? 而且這個主題真的很奇怪 對, 難道每個來住也要打一場教室? 別說話了, 快上去跟我打 我想如果我們不上去陪她 她應該不肯走 是 那我們算了, 進去陪她打吧 算了, 這裡怎麼進去? 我可能是這樣的 打 趁快打完一場拳之後 就在隔壁的床上休息 還有浴室洗澡, 其實挺划算 有機會就來體驗一下 然後好好地選一間 你有可能有機會上演一場 霸道總裁的戲 完了, 我終於買到子彈了 好久沒有吃到子彈 早上在市場跟大姐 好不容易搶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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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追合 很厲害, 我跟你說 今天我們超級需要你這盒蛋 對, 真的適合了 我們可以拿來拜神用 等一下 拜神不是都是三生四果大魚大陸嗎 應該不需要這個蛋吧 需要的 今天的神力真的會吃了你這盒蛋 所以為了我們的福氣 麻煩你借給我們了 對, 最多待會在神明年前 幫你說多幾句好話 好…你吃不吃蛋 八蛇傳是中國著名民間傳說 裡面的八蛇, 即是八素貞 就是這間廟的供奉對象 據說九零年代的創辦人羅欽絲 在機緣巧合之下獲得一對八蛇 然後就把這對八蛇養在廟裡 後來竟然兒孫滿童 全盛時期廟裡差不多有接近三百條八蛇 娘娘, 吃得開心點 為表誠意 我待會最多親手為你吃 看得見, 說什麼親所謂 神像又不會吃蛋 地下百萬隻有反胃 你小心, 這樣說不尊重娘娘的 這裡的神真的會吃了一盒蛋 你是不是還不知道我們拜什麼 我們拜白蛇 白蛇? 你是說雕像還是真的拜蛇? 不是, 你看在後面 我們真的拜這種白蛇 這裡是台灣唯一一間白蛇廟 裡面有百多條蛇 他們全部都是白娘娘的使者 但是拜白蛇是要求什麼? 白蛇還有一個稱號叫小白鹿 它一定是求平安, 求財 是嗎? 沒錯 而且很多人都會來這裡求愛情 你們也聽過八蛇和許仙的故事 但是具體來說是要怎麼求的 應該不是乖身上之類的吧 為什麼你這麼聰明? 其實你覺不覺得 你跟八蛇真的很有緣分 拿盒蛋也是你買的 待會就讓你求了 你來吧… 好了 等一下, 你們先… 好, 你就輕鬆了… 輕輕鬆之後你就要丟掉 一開始有點嚇到 因為我以為就是單純滑滑的 結果他在我脖子上纏繞的時候 他有點在壓縮我的皮膚的感覺 恭喜… 加持成功 好, 恭喜 我身上都很汗, 他不會覺得我很熱 真的、假的? 對 而且他本來就很冰涼, 應該還好 我覺得放久習慣了之後 就發現其實不可怕 就是一來他其實滿溫順的 你只要讓他可以有個地方靠著 他其實就乖乖的 所以我覺得後面是還滿享受他在身上 感覺像養了一個新寵物 看到那條蛇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樣子很有趣, 很溫順 但是放在我身上的時候 我真的受不了 他…他只會感受 非常溫順的 你懂我的感覺了吧 我本身比較害怕那種… 就是被某些東西黏在身上的感覺 不斷對你… 那條…那條舌頭 我站在他們兩個旁邊 看著蛇在那邊爬動來動去 然後那個冷血的感覺 好…真的起雞皮了 我絕對不做了 我覺得你往左邊看會比較害怕 不要怕… 所以其實我很害怕 然後我是這樣縮 因為我一邊縮, 他又一邊動 所以就變成… 我覺得那個體驗真的很難形容 為什麼我不敢? 為什麼我不克服這件事? 其實如果可以克服到 可能很多東西都沒有 我自己想像中那麼害怕 他在哪裡? 我都不知道, 怎麼這麼厲害 他快離開我了, 你怎麼笨 有哭 回來… 可是真的跟蛇很難拍… 都很喜歡流汗 平日沒有很多流汗 一放上去之後 竟然我… 我… 除了可以跟霸蛇互動之外 廟裡還放著 建力士世界紀錄最大的羅經盤 給信眾祈福 品報完姓名, 出生年月日, 住址 然後繞著走三圈 據說可以祈求來年的好運 另外還有超大的玉石球 還有沉香可以被信徒觸摸 用以祈求好運 這座廟都被稱為財神廟 據說有原因就可以獲得特別的家賜 還可以求得白蛇特別的護身符 其實我去每一間廟都有個習慣 一定要求平安符來保佑自己 你也是 但是這裡的平安符 你們一定都沒見過 平安符一般就是放在袋子裡 之前去日本 就有見過那些蛇形狀的御手 差不多類似是這樣 你們看看這個裡面是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什麼紙嗎? 很特別 它就是這個 你們看看 這個是… 是不是好像剛剛… 那個很類似的感受 這個是手臂? 對 這個… 天啊, 我從來沒看過這東西 瘋了 這居然可以當作平安符 但這是… 這個感覺有一個很好的意思 讓蛇皮的蛇皮有一種轉變 重新蛇變的感覺 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這樣 一人拿一張包子就可以了? 不行的 你知道這個很珍貴的 所以我們要說完這段經文之下 擔出三個聖杯之後才能拿走 好, 那我們快點嘗嘗嘗 好 我們快點嘗嘗嘗嘗 為了球材去拜航口的老鼠 路邊的石頭 台灣人可以說什麼都可以拜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竟然還可以拜死人用的棺材 對, 遊樂園打卡不出奇 但是荒廢了的遊樂園 竟然成為網美的聖地? 入夜之後, 還變成靈異禁地 最危險的慶典 怎麼會只有一種這麼簡單? 為了幫財神驅航 直接丟炮獎、炸紅丹 為了還原, 竟然願意連連被炸 好, 再次見 好, 再次見 見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